细致雕刻墙壁还有金箔点缀 仅十一年历史的新北京山 关圣帝君庙正在举办法会 不过 这间宫庙居然出现在卖屋网 涂地坪数近六百坪 以四千五百万元打算出售 但鉴壁率只有百分之十 更因为网红来拍摄影片 一戏之间引起网友热议 不少网友看了影片和广告 吓了一大跳 直呼卖房有听过 从没听过有在卖关公庙 那马祖庙不知有没有在卖 当初会开这间庙 公主因为这种亲身经历 那时候他遇到船难 关圣帝君给他扶持 没事 一路走来就是关圣帝君一直帮忙 帮忙到我们手上有钱 就来这边给他建庙 但公主也说因为公庙在申请 合法折教过程中 陆续花费几百万 让他压力很大 加上地点比较偏僻才有卖掉的念头 房仲说若买公庙银行无法提供信贷 但若有企业家购买是可以避税 当关公庙也成了卖房物件 让不少信徒看到惊呆 借林振坚杨宗燕新被报道 他是澎湖浮蓬喜来 跟酒店推出的海黄鲍鱼干贝XO酱 小小一瓢可是有大大的学问 里头有很多像是呢 这大干贝就有很多像是 这20多种的氨基酸 其实对于你人体之间是非常有效的 因为它里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再加分